麦当劳前行政总裁Ed Jens哲早前曾警告 指出疫情吓人手短缺 加上大量员工辞职及退休 将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现在 麦当劳就成为了其中一个受害者 麦当劳首席执行官Chris Kampsenstein此前接受《华尔街日报》访问时表示 美国13000家麦当劳餐厅的营业时间将较疫情前平均缩短10% 以向美国麦当劳的80万名员工分发病毒测试剂 又指虽面临劳工短缺 为仍反对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强制接种疫苗的命令 Kampsenstein补充道 麦当劳的人员配备没有如他预期般迅速恢复 并预测问题或将在未来几季度持续 除麦当劳之外 星巴克及墨西哥连锁快餐店Chipoto 依因为员工请病假 导致劳动力短缺而限制营运时间 当地超市集药房等零售行业 亦面临同样窘境 据外媒报道 美国正经历创记录的离职潮 大批员工正辞职以寻求更好的工资 福利和工作条件 又或回到校园 转行以及提前退休等 当中餐馆受到尤为严重的严重打击 教育 货车运输等行业亦出现巨大的劳动力缺口 又因而引发供应链阻塞 物价上涨等问题 üç 二 三 三 四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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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一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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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一一一 wollten